全世界最危险的十种糖果 放进嘴里可能直接爆炸 第一名千万别吃 否则后果自负 在我们的甜蜜幻想中 糖果总是闪耀着欢乐的光芒 扮演着无忧无虑的角色 但现实中 这些色彩缤纷的小小诱惑背后 有时却潜藏着不为人知的风险 从超级古早的甘草果糖 到现代流行的趣味战糖 每一种甜蜜糖果的背后 都是最为致命的可怕危险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透 一起来看看 世界上最危险的十种糖果 第十名 罗望子棒棒糖 没有小朋友会不喜欢吃糖 更没有小朋友可以逃过棒棒糖的诱惑 他们那丰富的口味 五颜六色的外表 简直就是童年最快乐的记忆 不过 在这些诱人的棒棒糖中 也隐藏着一些不那么甜蜜的秘密 最近 一则来自加州的警告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这些看似无害的小糖果 这种罗望子棒棒糖 看起来色彩斑斓 味道也不错 但竟然被检测出 还有过量的铅 根据食品检测报告 这些棒棒糖的铅含量 高达百万分之0.25 远超加州规定的安全标准 百万分之0.1 虽然数字听起来很小 但这事情可就大了 因为铅是一种神经毒素 可能会对儿童的智力发展 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尤其大部分爱吃糖的小朋友 都处于脑部发育的黄金时期 受影响的风险更会陡然增加 更何况这种毒素 根本就没有安全摄入量 这一说 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量 短期来看 也可能引起腹痛 便秘 乏力等症状 要是长期累积 更可能导致学习障碍 生长迟缓等严重的健康问题 在这件事情被报道出来之后 通过后续的调查 人们发现 这些棒棒糖中的铅 可能来自于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辣椒粉 或其他原料的污染 而且不幸的是 出现同位问题的 这不仅仅限于一两个品牌 据报道 多个品牌的测试结果 都显示出千含量超标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即便是同一包装内的棒棒糖 千含量也可能各不相同 这让消费者很难通过 简单的观察来 规避这种风险 因此 尽管这些罗望子棒棒糖 可能非常受欢迎 但如果你不想 让自己或家人 冒着千中毒的风险 那么最好还是远离这些 看似诱人 却潜藏危险的糖果 毕竟 健康才是真正的甜蜜来源 第九名 Extraly能量糖果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 人们总在寻找 各种快速充电的方法 你的手机需要充电 你的电脑需要充电 你的车需要充电 还有你本人 也同样需要充电 于是除了咖啡 市场上还出现了各种各样功能性的能量饮料 一口下去 确实能让人残血复活 但说到快速补充能量 有没有比喝下一大罐液体 更快更方便的方式呢 显然 有人比你更早想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Extraly能量糖果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 这种糖果生产的初衷非常单纯 就是要给那些需要迅速补充能量的人们 一个方便的选择 然而 当你真的把这种糖果吃进嘴巴里的时候 事情便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甚至还有点危险 有检测报告称 Extraly能量糖果里 实际上添加了一种名为 塔达拉菲的成分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什么高科技配方 但其实 这是一种用来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的管制药物 只能在注册卫生专业人员的监督下使用 这种药物若使用不慎 很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副作用 包括蛋不限于视力损失 听力下降 严重的血压波动 甚至心脏病发作和中风 我想 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充电效果 由于这种潜在的危险 卫生部门迅速做出了反应 立即禁止了这种糖果的销售 事实上 任何试图销售或分发这种糖果的行为 都被视为非法 严重者甚至可能面临监禁 所以说 在销售儿童甜蜜糖果的同时 商家应该把儿童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八名 硬糖球 硬糖球这款经典糖果 一直以来都因其坚硬的特性 和漫长的溶解时间文明 它一般都有非常多层 每融化掉一层 硬糖球就会显露全新的颜色或口味 着实让人欲罢不能 为此 有人甚至还会把它戏称为下巴破坏者 的确 这些色彩斑斓 硕大无比的硬糖球 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一场对耐心和毅力的失恋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同时接受挑战的 可能还有你的性命安危 以及牙齿健康 通常来说 硬糖球拥有各种不同的尺寸 但基本上都会比普通的糖果大上极好 如果吸入或吞咽不当 完全可能会堵塞气管 尤其有些人还喜欢躺着吃糖 或者一边讲话一边吃糖 这会增加糖果意外滑入喉咙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 这种糖还特别硬 在口中不易分解 换句话说 如果不小心误吞了硬糖球 卡住了喉咙 带来窒息风险 那是分分钟的事 而且有时候孩子们会因为急于想看到 下一层到底是什么颜色 而尝试去咬它们 可硬糖球实在太硬 不少孩子就曾因此把牙齿磕崩一块 或直接就把牙齿磕掉了 当然 这可能也跟孩子处于换牙齿有关 但这确实是个需要关注的风险 除了这些可怕的物理伤害 硬糖球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 它一旦开始溶解 表面就会变得粘稠 进而粘附在牙齿的缝隙上 这会使得唾液更难洗掉糖分 而这时候糖分便会与口腔中的细菌长时间接触 这不仅增加了蛀牙的风险 还可能导致牙龈疾病 而且要知道一颗标准尺寸的硬糖球 就含有高达20至30克的糖 而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女性每天添加糖量 不超过24克 男性每天添加糖量不超过36克 所以只需一颗就几乎达到了一天推荐糖分摄入量的上限 所以说尽管硬糖球以其独特的风味和耐较的特性 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但他们的潜在危险也不容忽视 第七名 三剑克巧克力 三剑克巧克力 光听名字就像一场华丽的冒险 甚至还带着一丝丝神秘和浪漫的气息 这种巧克力棒起源于1932年 名字的灵感来源于亚历山大重马的著名小说 三个火枪手 象征着力量 勇气 以及团结 这款巧克力刚推出的时候 其实是以健康作为卖点的 它跟传统巧克力最大的不同 是它拥有一个轻盈蓬松的中心 这看起来似乎就真的健康不少 而与此对应的 它们的广告也打着简直45%的标语 告诉消费者可以大口吃巧克力 而不必担心脂肪 但这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吗 现实情况是 这种巧克力棒 每条含有高达40克的糖 几乎等于三个奶油加薪 巧克力脆皮甜甜圈的糖量 对于那些正在试图减少糖分摄入的人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除此之外 细细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你会发现 这种巧克力里 还含有反噬脂肪和饱和脂肪 这两种脂肪都是公认的心血管健康的大敌 长期摄入这种类型的脂肪 很可能会增加患心脏病 和其他慢性健康问题的风险 这下你可能就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打着健康旗号的巧克力 会登上今天这个榜单 所以说 虽然三件克巧克力 可能在口味上赢得了不少人的青睐 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 它确实包含了可能影响你长期健康的成分 请务必记住 美国心脏协会建议男性每天摄入的添加糖不应超过36克 女性每天不应摄入超过24克 第六名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在选购糖果的时候 都会偏爱选择那些拥有可爱包装或可爱造型的 2004年 卡夫公司为了能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决定不走寻常路 推出一款带有轮胎印记的软糖 这款形状奇特的软糖 模仿了各种动物被车轮碾压的场景 包括鸡 松鼠 以及蛇类 他们甚至还给这款产品取了个名字 路沙软糖 尽管这种设计的初衷 可能只是为了娱乐和创新 但事实上 他却忽视了一家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 即尊重生命 以及向下一代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这款糖果推出失恋不久 立即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和动物权力组织的抗议 他们认为 这种糖果不仅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而且还可能向儿童传达了一个 非常糟糕的信息 伤害动物是刻意被接受的 在一浪接一浪的抗议声中 卡夫公司最终在2005年决定停止生产这种露杀形状的糖果 公司发言人表示 他们已经深刻理解这款产品可能引起的误解 并强调他们无意冒犯任何人 这个决定虽然平息了争议 但也引发了关于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更广泛讨论 这个事件提醒所有食品制造商 在设计和推广产品时 创意固然重要 但社会责任同样也不可忽视 第五名 剑达出奇蛋 费列罗的剑达出奇蛋 是一种令全球无数大人小孩都着迷的巧克力糖果 这种糖果独特的魅力在于 它除了是一颗美味的巧克力蛋 同时还内藏惊喜 把外表的巧克力吃完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塑料玩具 它们通常是可以组装的小模型或玩偶 它们的经典广告语 以此满足你三个愿望 就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个创意 它让消费者可以先享受到美味的巧克力 然后还可以体验组装玩具的快乐 然后便可以拥有与玩具玩耍的时光 这样的创意在推出之后 便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 据说费列罗公司 每年都会卖出12亿颗这样的巧克力蛋 但在这时候 美国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在美国不仅买不到这种巧克力蛋 你甚至连拥有它都是违法的 原来 美国在1938年发布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里面 明确禁止了在食品中嵌入或附带非食用物体 这条法律设立的初衷 就是为了防止消费者因为务实而造成健康风险 尤其是窒息的危险 而事实上 尽管全球范围内建达出奇弹的受欢迎程度很高 但偶尔还是会有因玩具引起窒息的悲剧发生 例如 2016年在法国 伊宁三岁小女孩就不幸因为玩具导致窒息而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这类事件极为罕见 但他们足以引起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 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以保护公众安全 在美国 这类的监管还是做得很极致的 因为剑达出奇弹不仅被禁止销售 甚至还被禁止携带入境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定期查获这些糖果 单颗巧克力弹的罚款可能会高达2500美元 但即便如此 在2011年 边境官员还是查获了约6万颗剑达出奇弹 到2015年 这一数字虽然有所回落 但也还有3万颗 为了回应狂热的消费者 贴心的费列罗公司也推出了一种替代产品 剑达奇弹弹 在新的设计里 费列罗公司将巧克力和玩具 分开存放在鸡蛋形状包装的两侧 这样就能确保玩具和食品是完全分离的 不仅扫除了美国法律的障碍 同时也减少了窒息的风险 就这样 大家童年的愿望又能继续得到满足了 第四名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能够从口中吐出如龙溪般的云雾 是不是感觉自己就像拥有了超自然的力量一样 不要惊讶 这就是龙土溪糖果能够带给你的神奇体验 而且由于吃这种糖果的视觉效果实在是太酷炫了 它在推出不久之后便在青少年中迅速走红 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新宠 然而这种看似梦幻的糖果却隐藏着极为危险的一面 龙土溪糖果之所以能够在咀嚼时产生大量烟雾 主要是因为里面添加了液氮 我们都知道 但通常都以气态的形式存在于大气中 要使它成为液体 温度一般需要低至零下195.5摄氏度以下 要知道南极洲记录在岸的最低温度才零下90摄氏度 195.5摄氏度着实是人类不可承受之冷 所以尽管氮气本身没有毒性 但对人体来说 极寒的温度意味着它能够迅速造成严重的冻伤 从口腔到食道再到呼吸道 都可能成为其伤害的对象 不幸的是 目前已经有孩子因为尝试这种糖果而导致口腔冻伤 但那还算是症状轻的 随着龙土溪糖果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医生已经发出了警告 如果在液态单位完全挥发前食用 可能会带来灼伤甚至刺穿食道的风险 严重的还会诱发气喘发作 造成呼吸困难 胸闷等症状 如果不加以控制 这种糖果很可能会成为致命的杀手 因此 尽管龙土溪糖果看起来确实酷炫 但在尝试前 一定要确保你已经完全了解其中的风险 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安全享用 第三名 甘草糖 甘草糖是一种超级古早的糖果 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和希腊时期 那时候 人们把甘草视为一种万能药 从支气管炎到严重的胸腔疾病 甘草主打一个无所不能 发展到今天 甘草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种可口的糖果 一如既往地陪伴在人们身边 殊不知 这种甜蜜享受的背后 可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危险 很多人不知道 甘草糖中还有一种名为甘草酸的成分 虽然听起来还挺有要用价值的 但事实上如果每天摄入量超过57克 只需两周就会让你的心跳节奏乱了套 我们现在说的可不是情绪上的小激动 而是可能导致严重心律不齐的那一种 这样的故事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美国 这种糖果曾让一位热爱甘草糖的工人 在午休时突然倒下 然后便再也没有醒来 医生在追查原因的时候发现 这位工人每天下班后 都会食用一袋半甘草糖 这里头的甘草酸最后使他血压飙高 血液中的甲浓度显著降低 还伴随电解质紊乱 即使紧急心肺复苏 让他暂时挣扎回生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 除了美国 加拿大也曾出现过几例类似的案例 其中就有一名84岁的老人 因高血压被送往急诊室 而就在发作的两周前 这位老人每天都要喝两次甘草茶 值得一提的是 你可以别以为只有甘草糖 才还有这种神秘的甘草酸 前美国心脏协会主席罗伯特表示 从甘草茶到比利时啤酒 这种成分其实无处不在 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这些看似平常的美味时 也许要想一想 你的心脏是否准备好了 接受这份惊喜 第二名 跳跳糖 跳跳糖 对于许多人来说 都是一种美好的童年回忆 这种会给舌头挠痒痒的糖果 成分其实和大部分的硬糖一样 都是用蔗糖 玉米糖浆 水色素和香料做出来的 普通的硬糖 其实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 不过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把上面的这些原材料混合煮沸 然后等待糖浆冷却就可以了 但跳跳糖和普通硬糖的差别就在于 跳跳糖曾经睡过高压仓 而让跳跳糖跳舞的 正是那些被封印在糖里的 细小的二氧化碳泡泡 当跳跳糖表层的糖 被口水溶解的时候 里面的高压二氧化碳泡泡 就会被释放出来 这时候 它们就会像一个个密集的空气炮弹一样 打在你的舌头上 使你产生那种说又说不出 有点害怕 但又很爽的感觉 就像是小小的爆米花 在你舌尖上跳舞一样 跳跳糖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曾有过一段江湖传言 说一个叫做迈克的小孩 因为在吃跳跳糖的同时 喝了可乐 最后导致了一场意外的气体膨胀反应 当时他没想到 这会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实验 这个故事在消费者当中 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为了安抚民众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甚至还特意开了一条跳跳糖热线 就是为了给那些因为好奇吃了跳跳糖 事后又担心得要死的人做解释 在八十年代中期 跳跳糖还因此不得不被停收了一段时间 但事实上 以包标准跳跳糖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大约就等于半瓶可乐的二氧化碳含量 所以你不太可能会因为吃了跳跳糖而缺氧或爆炸 吃多了变种倒是有可能 而且众所周知 由二氧化碳产生的碳酸对牙齿可不友好 所以吃跳跳糖虽然不会真的爆炸 但为了牙齿的健康 我们还是少吃为妙 第一名 卢卡斯墨西哥糖果 卢卡斯墨西哥糖果是一种带有辣椒粉 柠檬酸和盐的神奇口味糖果 既甜又酸且辣 这种与传统甜味糖果截然不同的风味 让他自问世以来就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但问题在于 卢卡斯糖果中包含了一种咸辣口味调味粉 按照官方的食用方法 孩子们应该先将棒棒糖取出 然后将这种粉末撒在上面食用 可有些孩子非要脑洞大开 要把粉末撒在桌子上 然后用鼻子去吸食它 这种神奇的食用办法发明出来之后 便在孩子堆里流行的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是在南美的原产地还是出口地 担心的父母开始向糖果公司投诉 指出这种产品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尽管后来糖果公司特意制作了一些广告 来演示正确的食用方法 但情况似乎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要知道 当糖果中辣椒粉 盐等成分直接接触到鼻腔和呼吸道的时候 会导致鼻腔粘膜的损伤 这种做法的潜在风险 包括感染 慢性咳嗽 疤痕 哮喘 甚至可能招致生命危险 在极端情况下 虚虫甚至可能在孩子们的鼻子中 以含糖的粉尘为时 更糟糕的是 跟影片开头的罗望子棒棒糖一样 这款墨西哥糖果 也同样有铅含量超标的问题 前面我们就已经介绍过了 食品中累计的铅 可能会导致铅中毒 进而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 为此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还多次警告消费者 要注意含有辣椒粉的墨西哥糖果可能带来的风险 报道也显示 包括卢卡斯在内的多种墨西哥糖果 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多次被检测出铅含量偏高 但即便如此 卢卡斯糖果仍凭着它的独特口味和文化情感价值 在糖果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底 不得不说 作为一名消费者 如何做出明智的消费选择真的十分重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十种最危险糖果 哪种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